邓小平曾决定用武力收复香港,此人亲自指挥,1997年7月1日,这是一个举国同性振奋人心的日子,离开祖国一百多年之久,得香港终于回归祖国,的怀抱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是他与党中央的一再坚持,得以实现香港回归。 为了完美解决香港回归问题,邓小平早已着手准备,并在1981年8月26日首次公开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在党中央与邓小平的共同努力下,得以让香港顺利回归祖国1982年,号称铁娘子的英国女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就香港回归问题,让国开始谈判。 香港作为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然是寸步不让但英国却也不愿轻易放弃经营百年的香港,在谈判过程中不断寻找突破口。 萨切尔夫人就曾提出,若香港回归的消息公布出去,香港可能会发生波动甚至还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对于这一问题。 邓小平显然是早有准备不急不慢的说道,既然做出这个决策,就不怕灾难性的影响,勇敢面对问题,做出决策解决它。 在不断的交涉中,邓小平越说越激动,香港回归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中国就是清政府,领导人就是李鸿章。 邓小平这句话一出令中国沸腾令权,求震惊随着不断的进行交涉谈判。 双方在香港驻军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邓小平在驻军方面上态度异常坚决,认为这关乎国家主权的问题。 然而1984年5月国防部长,在面对香港记者追问的情况下,竟然含糊不清地说,我们可能不一定会驻军吧,却被香港记者用以肯定的方式大肆传播这件事,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中。 被气的直冒烟拍着桌子说,谁给他这个权利,说出这样的话,以后有关这件事全部由我说了算。 随后邓小平更是让人准备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对记者说道,我跟你们说一件事然后公布,出取就说某某之前说的那个,是胡说八道你们给我屁个谣。 随后邓小平十分严肃庄重地说了一番话,驻军是国家,领土主权,在象征香港在回归以后作为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若无这一权利,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邓小平以强硬不容置疑的口吻,向世界再一次表决态度震惊了所有人。 1993年,离香港回归时间越来越紧迫,英国却依旧未能此心百般阻扰邓小平直接将总参谋长张万年上将找来,对他严肃地说道,要做好两手准备两手硬两手抓。 张万年明白了其中的意思,若无法和平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就要用武力来解决中央军委对此做出了相应的具体方案。 张万年,更是亲自指挥解放军,在香港附近进行军事演练,对于这充满不寻常的味道,引起了轩然大波。 英国见此情形,也只好选择作罢。 1994年6月30日,在长达新年16轮的漫长谈判中终于敲定下来,和平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 唯一令人深感惋惜的是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去世仅差四个多月时间,未能看到激动人心的那一幕。